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了一種很成功的壓力 開頭的時候 還未進入CAMMAN的時候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那我又覺得 大家都是工作而已 那行不行就算了 有一種開頭的逃避心態 但後來我發覺 其實這個心態也是延續下去的 延續到最後 因為這件事不能強迫 然後是他們自己 去打開他們自己 他們才可以得到今天 那我看《預告》那裡 你說有很多不好的競爭 是嗎? 是的 是你說的嗎? 我忘記了自己說的 大家看到我說的 預告的時候我發現是紅色的 在這個狀態 我不會知道自己說什麼 好 我講一點這件事的背景 其實這件事的背景 就是我們製作組 一開始想的時候 原本就是想著有一個方法 給大家去retreat一下 即是真的去放假的 我們真的去這樣想的 然後在中間裏面 爬了一個真人騷 這個真人騷 以放假為主 都是 吃喝玩樂 然後間中間 看看有什麼 調不調教到 就再算了 然後大家聊聊天 聊聊人生 原本就是要喝酒才行 這是我的興趣 所以你們還要陪他 每晚都吃好東西 然後每晚都喝酒 聊天 原本有很多事情 花姐和製作組說 是不能說的 不能碰到的 例如他們之間的有些誤會 例如之間的 彷彿有些不和的情況 是說是不能碰到的 這個題目 誰知有一晚就出來 CAM 就是出來Live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都未剪 拍了一半 那樣的節目 大家在Live那裡 就竟然說了出來 就說以前解開了一些東西 就是說解開了一些東西 就是以前有誤會 就是有些東西 就變相開了綠燈 因為我們知道 只要讓花姐和寶姐知道 他們就會知道 所以我們要欣賞 花姐和寶姐都不會 欣賞 我們要散一些假的資料 給花姐和寶姐 怎樣假的資料 怎樣假化 例如說 花姐會和我們開會 都會說這個項目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監製 所以他知道了 他的節目應該怎樣問作 然後他也會覺得有可疑 為什麼到這麼晚 有些東西還是blank的呢 即是那幾天 日五之後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說 其實還未定 然後他也覺得 有點流流 沒有可能還未定 但是他也放手 即是給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就有一個 rule 就是說 如果這一段我真的不想出街 我就要跟鏡頭說不出 或者在這裡說他髒話 那就一定出去 有沒有用過這招 說髒話 有 經常用過 Cut 然後照說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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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說到哭 對 誰哭得最厲害呢 其實他也有哭 反而最不厲害 我想到 應該是Edan 還沒有Edan 因為他沒有類似 他完全沒有反應 他也沒有人 眼紅也沒有 眼紅也沒有 我們哭了他還在笑 很人性 很人性的 真的 很生理的問題 很生理 很生理 我想的 可能他在哭你不知道 但我要體諒他沒有人性 我也哭 我哭得最厲害的 只有一個人像而已 Anson 我哭得多 Anson 我哭他不止 他哭就是 他哭 經過了這個 調教之後 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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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大的得著 應該是 了解了大家 就是固自然 很重要 還有就是了解了自己 了解了自己 了解了自己 你繼續 了解了自己 就是了解自己 在這個團裏的位置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才可以令你一路 跟這個團隊一起走 OK 我經過調教燈之後 我都重新認識了 跟他們溝通的朋友 是 跟其他人也是一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燈最主要是 令我知道自己 怎樣跟他們溝通 還有用什麼 用什麼的情緒 有時候有些人又不開心 我應該用什麼的情緒 去安慰他 要什麼身為 用什麼語言 幫法 以前認識的 以前認識的 但是未必 陷入 但是經過了相處之後 就會知道 我應該怎樣跟他們 再相處 怎樣處理他們的情緒 其實我們經過了這個燈之後 其實我們都很討厭 例如你 你都不是很醜 不如撿一撿他 我們這些 所有人都很直接 例如你跳舞好爪 他跳得好一點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 將最心底的話 可以 好想就說出來 對 不用想就跟他們說 因為 花姐之前說過一句 他說 你們兄弟之間 如果你們有磨擦吵架 我們就把這個磨擦吵架 罵你出來 大家解決了他沒事 不要將他屈在心裡面 因為家人 你對著家人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罵完之後就沒事了 但是我們之前的相處模式 一直以來都是 工作伙伴的同事 其實當成這樣 然後有很多事情都不說 那誤會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深 其實我們經過了這個燈 就是可以將這個誤會去封城 好的 那已經沒有了那個 不好的競爭了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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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競爭 良性競爭 那一組是一條鎖匙 鎖匙 我沒有插入過你 不是 你胡亂說的 你胡亂說的 鎖匙除了 他沒有說自己的鎖匙 鎖匙除了插入之外 還有另一個用途 就是解鎖匙 那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一直被自己的鎖 是扣得很實的 或者 不敢去很赤裸地面對大家 嗯 就是他教識了我們一件事 就是要赤裸地打自己的鎖 或者 我們其實 十二個MIRROR自己對內 自己對自己的人 都是 本身有層減膜在 是 就是經過了這個燈之後 然後多了時間去相處 認識 其實大家的家鎖 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厚 沒有那麼厚 我自己覺得 得到十一個很重要的人 在我的心靈裡面 心靈裡面的文 心靈裡面的文 就是什麼都不重要的 不是 就是已經證明了這件事 有生氣的 有生氣的 現在是十個 少於我兩人 少於我兩人 你先開頭 是小氣的 那我覺得 因為 就是他們 我覺得這個旅程 其實 本身 就是可能大家 會 因為之前的一段時間 大家少接觸 會好像很工作 大家出來好像有點同事 但是 完了這個旅程 大家在我心目當中 是這麼重要的 就是答應了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未來的日子 都會不想繼續跟他們 繼續有聯絡 一起走下去 我 如果團隊就對了 其實要講 我講自己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 真的重新認識到自己 我發覺原來 我出道之後 原來我有很重的保護式 保護著自己 是 用一面去令觀眾 更加喜歡我 我不會有這樣的 但是 我不敢說一面不是我自己 但是我會只用一面去出現 嗯 所以就不是最自然 所以反過來 就會人生一個問題 就是我實在是不願 超價 而觀眾 或者其他人怎麼看我 是的 但是我覺得是不應該這樣 是的 也要由自己去怎樣看自己 或者我自己想怎樣 我自己喜歡什麼 也要重新認識到自己 嗯 今次這個CAM是獲得真實性 自己的真實性 嗯 因為其實《造星》是一個真人秀 但入行之後 我們是受過很多洗禮 就是怕有錢 不可以怎樣 怎樣怎樣 當然有一些目的 其實是為了自己進步而不做的事情 嗯 但其實當中也夾襲了一些真正價格的一些言行 可能對著大家也有一些假 是嗎 但是回到這個CAM之後 雖然頭幾天都不相信這個CAM是 不相信這個CAM是真的調教你MIRROR 我們以為MIRROR3還是 噢 以為是最古自古 我們已經有好好的戒備心 以為會玩 但是後來也相信這件事 再釋放自己 然後 所以才會在鏡頭前喝酒 很真言 嗯 雖然阿小的他也是真的 可能 你也很真言 但是 我覺得自己變得真實 是 MIRROR12個才會變得真實 就是MIRROR才會真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獲得最多的東西